當你們在1月 我如果沒記錯是1月27號 做了這個決議了以後 那天有開一個記者會 那當然你們有參加 是由副主委發言人余委員 那還有另外一位應該是曾專員 如果我沒有弄錯他的名字的話 他們共同召開了那場記者會 在那場記者會裡面 記者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如果違反了 這個負擔的承諾的話 也就是遠傳 如果有大家所擔心的 他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去實質的介入了中佳 他的營運的話 那請問NCC會不會撤銷 那時主委您回去看那場記者會的內容 那個時候曾專員他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們會予以罰款 他從頭到尾沒有講出廢紙 的這兩個詞來 但是這個法律效果的釐清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時主委可以同意 因為所有社會大眾 大家在擔心的事情是說 如果今天遠傳他用一個比較巧妙 我們姑且稱他脫髮行為 或許有人對這個法律用詞 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姑且說他稱是一個脫髮行為 透過脫髮行為的方式來回避黨政軍條款的話 大家都關心的是 那NCC現在接下來有可能的作為是什麼 在那一次的記者會當中 大家所得到的訊息是會罰還 但是廢紙這個可能出現的處分 卻從來沒有提到過 不及在那裡 我們先來不及的 我們先來不及的